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无形 主啊 谢谢你的爱 是那么样的美好 吸引着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近你 敬拜你 谢谢主 难以相信你的爱 是如此吸引着我 没造成我等候 亲近你 你挪去我所有惧怕 让我心不再失落 一生年日都属于你 你的神秘积极充满着我的灵 你的火焰燃烧我心 我助力你昨前 仰望你的荣耀 静谈 你是何等奇妙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 当我触摸到你 难以相信你的爱 是如此吸引着我 没造成我的后期经历 你 让我心不再失落 你挪去我所有惧怕 让我心不再失落 你挪去我所有惧怕 让我心不再失落 你生年日都属于你 你的生命细细充满着我的灵 你的火焰燃烧我心 我助力你昨前 仰望你的荣耀 静谈 你是何等奇妙 我今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 当我触摸到你 哈利路亚 世的主 让我们在你面前 难以相信你的爱 是如此吸引着我 没造成我的后期经历 谢谢你的同在 你挪去我所有惧怕 让我心不再失落 你的生命细细充满着我的灵 你的火焰燃烧了我心 我助力你昨前 仰望你的荣耀 静谈 你是何等奇妙 我一生的意义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 当我触摸到你 我助力你昨前 我助力你昨前 仰望你的荣耀 静谈 你是何等奇妙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 当我触摸到你 我助力你昨前 仰望你的荣耀 我助力你昨前 仰望你的荣耀 静谈 你是何等奇妙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 当我触摸到你 让我开口的来 성 哈 Нов苏书 Я 主持人 谢谢你 我据你 architecture 我要握我你的荣耀 《他是何等奇妙ny 》 来销正道 我助理你昨前 阳光你的荣耀 请看你是何等寂寥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当我触摸到你 我处理你左前 仰望你的荣耀 敬叹你适合的奇妙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当我触摸到你 触摸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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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爱 触摸到我们的生命力 主 谢谢你把一生的道路向我们显明 主 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目标有方向 因着神的爱引领我们这条熟天的道路 主啊 谢谢你 用你的爱充充满满的 充满在我们的一面 谢谢耶稣 主啊 这个早晨 盼望我们能够触摸到你 神 你的爱是如此的吸引着我们 盼望我们一生的道路 能够行走在你的爱当中 因着你的爱 所有的惧怕都出去 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一生 能够单单来跟随你 就是被你的爱来充满 耶稣 谢谢你 耶稣 谢谢你 我的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触摸了我 谢谢你用你无比的爱来触摸我 主啊 谢谢你 赢着你的触摸 你改变了我 赢着你的触摸 赢着你的触摸 你接近了我 赢着你的触摸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愿你早上 再一次的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 再一次的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 安定我们的心 虽然早上是非常忙碌的 但主啊 恳求你 接下来这段时间 单单属于你 主啊 单单属于你 恳求你帮助我 让我定睛在你的身上 主啊 让我在你 享受你的同在里面 得到充足的能力 让我能够刚强壮胆起来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触摸了我 主啊 我相信我今天 能够带着你的话语 胜过自己的软弱 主啊 我相信我今天 带着你的爱 我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主啊 带着你的爱 带着你的能力 我知道我今天会不一样 我不再是我 主啊 因为有你在我里面活着 我就是一个心造的人 谢谢主 主是的 主啊 每当早晨的时候 当我们在预备 我们一整天的课业 一整天的行程 一整天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主 求主你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触摸到你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重新被主你来充满 当我们触摸到你的时候 主啊 我们软弱的心 再次得着了钢墙 主啊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泉沿 主啊 让我们单单的就来渴慕主你的话 主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主啊 我们的心是单单来渴慕你 让我们在接下来祷告当中 我们就要来触摸到你 来加听我们的力量 加听我们软弱的心心 主 感谢你 主啊 我们一生的意义 主啊 我们一生得到一个命定 是因为主啊 你触摸了我们 主啊 你触摸我们不完全的生命 主啊 你让你的圣灵 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满足了我们一切所需 主啊 我们早晨向你祷告 主啊 求你的圣灵 加给我们力量 主啊 让我们能够勇敢向前行 主啊 面对何事 主啊 我们都不怕 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继续的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你 耶稣 谢谢你 是的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阿们 主啊 渴望来到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声音 主啊 渴望来到你的面前 得蒙你的引导 只叫我们这一天当醒的道路 只叫我们这一天当说的话语 只叫我们这一天当所思所想的 都交在你的手中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这个礼拜我们一直在看 《使徒行传》 而我们看见 整个初代教会的复兴 就是从《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而来 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 做主的见证 今天我们要谈到复兴转化 是如何临到 耶路撒马利亚的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 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施地反 埋葬了 为他垂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肩里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菲利下撒马利亚城去 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菲利 受刑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 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 被误鬼护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 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哈利路亚 什么时候复兴转化 临到我们的城 我们的城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 神迹奇事发生 就会有很多的欢喜 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可以来 诉说主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见 复兴转化 从耶路撒冷开始 然后临到犹太全地 今天我们看见 复兴转化 也来到了撒马利亚 弟兄姐妹 我们的传福音 不要落掉撒马利亚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 在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是没有来往的 所以妹妹 从北部的加利利省 要下到南部的犹太省 中间隔着撒马利亚省 他们是不愿意 踏进撒马利亚的境界的 他们通常 从加利利就绕到 约旦河外 然后从约旦河外 就往南走 再经过约旦河 从耶利哥城 然后再上 耶路撒冷去过节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一般人的一种软弱 因为撒马利亚人 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 是因为他们有世仇 有过去的仇恨 但是我们却看见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三节跟第四节 耶稣离开犹太地 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 他却说 必须经过撒马利亚 所以弟兄姐妹 在属灵的地图上 撒马利亚是我们福音 必须经过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谈福音片传 今天我们在谈福音要传到地级 但是却往往有一个地方 我们却落掉 我们说那个地方我不去 撒马利亚 神感动菲利的心 他就来到这个撒马利亚城 这个撒马利亚城 因着菲利在那边传福音 做见证 也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 来证实他所传的道 因此在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大复兴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 我们有好多的地方 是很艰困的地方 昨天我有提到 在台南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台南的西海岸 也带动了一个祷告会 连结从新营到七谷 这沿海一带的宗教会的牧者和信徒们 我们在那边祷告 我们在那边寻经祷告 我们也在那边办布道会 办各样的事工 我们要办福音片传的运动 让整个复兴能够从台南原来的市区 延伸到许许多多的乡镇 弟兄姐妹 你肯顺服神对你的呼召吗 离开你的耶路撒冷 经过犹太全地 直到撒玛利亚 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我们看见 不仅 费力受到感动 去到撒玛利亚来传福音 我们看见 原先留在耶路撒冷的彼得 约翰 圣灵也赶重他们的中 能够让圣灵的工作 也带动加强在撒玛利亚那边 当撒玛利亚复兴起来之后 我们看见 那个福音的影响力是大的 在26节我们看见 神也感动菲利的心 要他下到旷野 原先他在这边服侍得好好的 主啊为什么要离开我 原来服侍的区域 去到旷野呢 原来神有他的心意 而菲利他也顺服主的带领 因着他顺服主的带领 他在旷野 遇见来自 埃提阿伯的太监 他要往耶路撒冷 去敬拜神 他在那里看着一本书 就是以赛亚书 他看不懂 他不懂得那个 那个被宰杀的羔羊 就指着谁 而菲利就告诉他说 以赛亚书53章 那边有一位被宰杀的羔羊 背负你我罪孽的 我们的罪孽都归附到他身上的 这一个羔羔羊 他就是耶稣基督 因着他的传福音 做见证 让埃提阿伯当场 他就来到一个油水的地方 就受洗 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个人的救主 而他也把这样的福音 带回他在非洲的国家 而在初代的教会 差不多在祖后 一两百年之后 我们看见 有一个极大的复兴 就在埃提阿伯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见 撒马利亚的复兴 间接就带出一个 海外宣教的运动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些年间 我们还有看见 很多基督徒 还走不出我们自己的 属灵的耶路撒冷 求主来开管我们的心 让我们前往撒马利亚 前往主要我们去的地方 来完成主要我们所做的功 来完成这个大使命 我们同生开口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就要看见菲利 看见主要 彼得约翰他们回应神的呼召 你看耶路撒冷 他们就来到撒马利亚 把福音带到撒马利亚 把福音带给这个 埃提阿伯的太监 主要我们就看见 神的一个极大的复兴 整个海外宣教的工作 就在那边能够推动 主要我们要看见 帮助我们走出我们的耶路撒冷 帮助我们去到 神祢要我们去的地方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享受在耶路撒冷 你的同在里 主啊 我们有许多的恩典 但主恳求祢也帮助我们 启示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 撒马利亚在哪里 我们宣教的合场在哪里 主啊 或许是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们的邻里间 还是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主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撒马利亚 主啊 有的时候虽然这么的近 但是我们却很难开口见证主的名 主啊恳求祢赐给我们有勇气 使我们刚强壮胆起来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若是祢差遣我们去 主啊 祢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能力 祢都会加给我们 哈利路亚 祢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恳求祢帮助我们勇敢起来 对着我们的撒马利亚 我们迈开我们的脚步 离开我们温暖 又习惯的这个耶路撒冷 主啊 让我们大胆的为主做见证 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 主啊 这是祢的 祢给我们的话语 主要恳求祢帮助我们 谢谢主 打高峰主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聆听圣灵的声音 顺服神的旨意 会让整个宣教的行动 意外的 透过你我的顺服而成就 非利就是如此 但愿神也把这样的一颗 顺服的心 像非利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 放在你我的心中 我们同生开口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谢谢祢 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我们要一起来顺服神的引导 主要让我们知道 神祢要我们做什么 主要让祢要我们往哪里去 主要求祢向我们说话 求祢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好让我们能够让整个 不新转化的工作 祢不仅是离在我们的耶路山了 也能够拿到撒马利亚 甚至找到海外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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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的地方去 主事的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的来 聆听主祢的话语 让我们也更能够 在祢的话语当中 来顺服主祢圣灵的感动 主啊 如果祢感动我们要去哪里传福音 主啊 祢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能够淡淡的顺服于祢 主啊 我们不要去想主 那或许是我们不习惯的 或者是我们不想的 主啊 我们乃是要去想主 这也是祢的工作 主啊 祢的工作要透过我们 主啊 让我们的心 能够先顺服祢以后 主啊 我们就去将主祢的工作 来将它完成 主啊 因为这是祢所给我们的使命 主啊 让我们来完成主祢的大使命 透过我们的顺服 能够让更多更多 主祢的子民连结在一起 将这样一个福音的事工 更加的广传 主帮助我们 学习顺服主祢的带领 感谢你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为宣教的事工来祷告 宣教不能单打独斗 需要许许多多的资源的结合 同工的配搭 建立许多宣教的平台 我们求主在台湾 在各个城市 能够连结众教会 一起来做这样的 所谓的跨文化的宣教也好 或是同文化的宣教也好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宣教的事工 能够是连结众教的力量 一起来推动的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帮我们要谢谢你 让我们的宣教行动 不是单打独斗 我们感觉飞离去了 我们感觉彼得约翰去支援 主帮我们感觉福音的果效 就在那边产生了 主帮求你 使用众教会 来建立宣教的平台 来推动各样宣教的事工 主帮我们向你来祷告 保守每一个宣教的工作 主帮让每一个教会 主帮每一个福音的团体机构 主帮让我们寻求彼此的帮助 而且主帮我们在你的里面 主帮我们互相连结成为一个身体 主帮让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智慧 主帮让我们知道 主帮用一个最有果效的方式去传福音 耶稣我们相信你 主帮我们相信主帮你会带来一个 主帮极美好的丰收 耶稣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让我们挺身而出 让我们在这宣教的最后一棒 让我们可以往各处去传道 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来完成主的大使命 我们同身开口来为这样的事工来祷告 主啊让我们在这宣教的最后一棒 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让我们能够往各处去传福音 主啊祝你兴起华人的教会 兴起华人教会的宣教事 让我们能够往各处去传道 让我们能够带向任何一个地方的去 哈利路亚 主啊是的华人要承接起福音的最后一棒 主啊让我们带着神祢给我们的使命 主啊主啊真的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 主啊让我们看见神啊 祢透过华人所摆上的 主啊要祝福众教会 要祝福全地的人 主啊还是相信 主我们要承接这样一棒 你说主啊我们要去世万民做出祢的门徒 奉附着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主啊这是我们从祢所领受的大使命 主啊帮助我们帮助全地的华人 进入到神祢的命令当中 进入到神祢的恩典当中 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 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 再一次的身体献上当作伙计 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 主祢所要猜浅的人 能够往各处去传道 完成主祢的大使命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我处理在祢的圣明 我处理你作前 仰望你的荣耀 敬看你适合的奇妙 我一生的意义 展开在我面前 耶稣当我触摸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